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105集 那次谈话 毛毛知道了男孩的名字叫小北 他在日记里边大胆地称呼他为宝贝 一个少女的私密日记总有些让人脸红心跳的地方 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男孩上学放学都会刻意路过毛毛的足语店 两个人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微微一笑擦肩而过 有的时候小北会走进来 毛毛总将妈妈撒谎 他对妈妈声称没做只是敲小背 借此他帮小北省钱 小北倒是很大方 从来不介意 他教了嫖姿却只是为了和毛毛说话 他喜欢和毛毛在一起 性是个小东西 而爱才是个大东西 有一次毛毛鼓起勇气对小北说 你不知道 我有点喜欢你呢 一个月以后 小北过生日 毛毛偷钱 跑出来买了很多生日礼物 其中有一个手机链 一个可爱的毛毛熊 几包香烟 一件雨衣 甚至还像成年人那样买了一朵玫瑰 他不知道小北喜欢什么样的礼物 所以买了很多 装在一个方便袋里送给小北 他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在一间KTV里 毛毛坐在角落里不说话 小北和朋友们一起唱歌 喝酒 生日派对结束的时候 小北才发现 放在塑料袋最下边的玫瑰 已经压得有些残破了 小北把毛毛拽到身边 拿起话筒 向着自己的死党 大声宣布说毛毛就是我的女朋友 毛毛感动得都快哭了出来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幸福过 同时心里又有着强烈的自卑 那一天 他藏在小北雨衣的后边 弯着腰 扶着他的肩膀 过马路的时候有车辆鸣笛 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 小北的父母出差 小北就把毛毛带回家 他们第一次做爱 做爱之前闹了点矛盾 毛毛非要洗澡 但是热水气坏了 小北有些急躁 拉扯着毛毛就要上床 毛毛却使劲地脱开 跑进了卫生间 他对小北说 宝贝 我要清清白白地给你 小北有些不理解 他说热水气坏了 还洗什么呢 而毛毛却固执地说 我要洗干净自己 哪怕用冷水 宝贝 我爱你 一个小妓女和一个初中男生相爱了 这就是他们的初恋 初恋 一个多么美好的词语啊 我们旧日回忆之中的怦然心动 无法忘怀的那种青涩的伤感 一场雨落在每个人的心事上 每一滴都在追忆着我们的似水年华和悠然过往 一个初恋的男孩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而疯狂 台湾电影《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改编自台湾真实的青少年杀人案件 一个男孩因为吃醋在街头捅死了心爱的女孩 美国电影《大象》根据哥伦拜恩中学校园枪击案改编 两名未成年的学生持枪打死了一名老师和十二名同学随后引弹自尽 至今也无法确定犯罪动机和诱因 警方认为两人很可能是因为失恋而大开杀劫 毛毛过生日那天 小北和两个朋友给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 鲁叔那天去了足语店要求包业 谈好了价格就把钱给了毛毛的妈 鲁叔带着毛毛去宾馆朴素 在路上小北和两个朋友结住了他 毛毛不想跟鲁叔去宾馆 但是自己又没办法逃跑 一路上都想着小北 他非常难过 小北要把毛毛带走 但是鲁叔却坚决不同意 他羞辱责骂这三个少年 毛毛一直在哭 不知道该怎么办 鲁叔拉扯着毛毛对三个少年说 他就是一个小妓女 我给了钱 他妈妈让我带他出来的 你们三个小毛孩子都给我滚蛋 别耽误我的事 三个少年跃跃欲试 要强行把毛毛带走 小北就说揍他 鲁叔拿出一把老实的刮胡刀 恶狠狠地说 这本来是想给他刮毛的 你们要不要试一试啊 小北的家正好在附近 三个少年去了小北家拿了武器 原路返回 小北拿着一把弓弩 他的父亲是体育局的领导 这把弓弩是射箭协会赠送的 两个朋友分别拿着一把匕首和一根钢管 三个少年怒气冲冲地去寻找鲁叔 但是鲁叔却不见了 只有毛毛站在一个工地旁边等待着 毛毛说 鲁叔拉肚子 据方便了 三个少年在工地上找到了鲁叔 并将其杀死 随手将尸体扔进了 尚未浇灌的混凝土钢筋笼内 而这一幕恰好被一个人看到了 雕刻家那天晚上去工地上取胶泥 胶泥是一种具有粘性的泥状素性固体 只有工地施工挖到地下深处的时候 才有胶泥层 雕刻家打算做泥素雕像 在工地上 他偶然看到了四个人发生了争执 三个少年围着一个老头 老头拿着一把剃须刀破口大骂 一个少年用钢管将剃须刀打飞 然后朝老头的头上横打几下 雕刻家躲在暗处 他看到了杀人抛尸的全部过程 他没有报案 事实上 很多目击者都会选择知情不报 一名刑警 曾经对一份法治日报的记者表示 从司法现状来看 举报人不愿举报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究其原因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害怕遭到打击报复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也反映出了目前人们的普遍心态 案发以后 三名少年 两名投案自首 一名离家前逃 小北的父亲认出了媒体刊登的公弩剑杆照片 而自己家里面的剑杆正好少了一只 儿子小北情绪几乎崩溃 不敢上学 不敢看电视 父亲察觉到了什么 再三逼问 儿子告诉了实情 父亲深思熟虑 带着儿子投案自首 父亲对戴着手铐的小北说 你还是个孩子 你现在未满十八岁 投案自首 比包庇你更好 爸爸这样做 是因为爱你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爱 很多年以后 当你出来 你要是还喜欢那个女孩 我尊重你的选择 特案组将小北落网一事 告诉了毛毛 毛毛担心地问 她会被枪毙吗 梁教授坦诚地告诉她 她是未成年人 又是投案自首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不会被判死刑 毛毛问 那她要被关多少年 包展想了一下 回答了一个大概的数字 毛毛说 那我会一直等她 无论是十年 还是二十年 画龙说道 一个人的打算 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毛毛说 我不会的 我怎么可能会变呢 苏梅说道 那个时候 估计你们都是中年人了呀 毛毛说 她肯为我杀人 我要等她 如果她还要我 那么 我就嫁给她 特案组离开审讯室 外边阳光明媚 没有风 也没有雨 独自待在审讯室里边的毛毛 竟然哼唱起了一首 关于 下雨的歌曲 有声小说 十宗罪 由喜马拉雅 和博吉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蜘蛛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